嗯哈喽又是我 今天又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黎姬了 那今天更新出了一个新的卡池 这只狗狗又又多一只狗狗了 防御型角色然后他是拿发射器的 那么这名角色最让我觉得疑惑的就是他的大招 对一名目标的爆裂技能可以提升攻击伤害 跟防御力 问题来了什么叫一名目标的爆裂技能呢 是说像海伦那种只对一个目标打 还是说那些全体攻击的 例如红莲哈兰那种 他们也是对一名目标造成伤害 不过是整个屏幕全部敌人打一次伤害 如果是那一种海伦那种boss战会比较有用一点 毕竟敌人只有一个嘛 但如果是红莲那种那就敲猛了 可以再提升伤害 就真的不会有一只小怪你秒不了 除非那个差距蛮大的 不然我觉得肯定100%可以秒杀所有小怪 那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算一只不错的角色啦 爆裂一来说 可以帮忙加防 那里攻击力最高的两名队友 那肯定是爆裂三的那两名吧 红莲哈兰那种 可以帮他们增加防御力 跟 奔摊那些伤害让他们不会那么容易被打死 又可以帮他们 又可以帮全队提升伤害 呃我觉得还是要抽 还是要抽 不过我今天就不会抽了 我比较想抽那个毒蛇 毒蛇那个太对我的口味了 那毒蛇就在1月19号就可以抽了 也是一样了 跟 这次的狗狗一样 这个pick up 池 结束之后就会掉到这个常驻池里面 所以这次的狗狗跟 毒蛇都不是限定角色 之后也是可以在这个常驻卡池里面外出来 再来是这次活动 这次活动如果你没有打过 没有打完16张 应该不会太了解他们的故事 我现在目前打到第17张 我觉得不会在这个 活动剧情里面洗白吧 应该吧 我感觉上这个 活动剧情就是在17张之后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之后的剧情 应该是在17张之后吧 感觉他们上一个对我的态度变了 活动也是没有什么 特别的东西啊 就是跟之前的活动一样 你有这些角色就可以 提升拿到这个 道具的几率 然后也是再过几天 就会开放这个HUD的模式 跟上一个活动没有什么差别 再来就是这个 这次的重点了解放 那一开始会给你选三个角色 我选了这只坎西 那这个解放的玩法就是 他有三个任务 蓝色紫色跟金色 那蓝色是加最少的分数 加10分而已 紫色就加20 金色就加30 你只要完成他的任务 就可以提升下面这个表 这个计量条 到了3600分之后 你就可以白嫖一只 SSR角色 这个真的有够大 我很喜欢 我最喜欢都是他 拉一下裤子这一下 我爱了 如果你要一分钱都不花 一个转时也不花的话 你每天只能拿到30批 30分数 120天之后 你就可以白嫖一只角色 如果你想加速的话 就打完三个任务之后 就可以按旁边这个VS 不过VS你要花50 50转 也就是如果你三个 也要VS的话 都要150转 每天只可以做6个任务 还是慢慢来吧 这个有没有什么时间限制的 不会跑掉的 所以就慢慢来吧 而且也不知道 他是真的只给一只 还是给三只啊 直接三兔啊 如果是直接三兔 我真的可能会花钻石啊 但是如果他只给一只的话 还是算了吧 然后到时候解放出来 又是一个问题 到底怎样 把他练上去呢 要再做一轮吗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一分钱都不花 然后要三兔 要一年 要一年时间 还是没了吧 慢慢来吧 强度方面我觉得 还好 不算很强势 但是 如果以白嫖来说真的 蛮强的 那目前就是这三只嘛 这三只都是爆裂2的角色 分别是攻击型的 C2长大之后 有没有人觉得这个很像C2 他长大了 长大了好大 好大大大大大 然后技能方面 攻击型的角色 拿散弹枪 他们的特色就是会复制你们 成队伍里面最强的那个角色的能力 例如这一只是复制攻击力的最高一名角色 每次复制8% 差不多9% 可以叠加5成 然后二技能可以增加 风俗性的 队友正义在叠一层 还有加大概4%的攻击力 大决就是对防御力最高的一名敌人造成 大概300%的伤害 然后如果一技能叠满之后就可以 再破防跟 再打额外的伤害 这只感觉上是用来打 最人头那只boss的散弹枪嘛 他都是单体攻击啊 这个角色攻击伤害蛮不错 我觉得蛮适合大家的 毕竟我们最强攻击力的一名角色 应该都是爆裂上的 可能你的神阀 或者是红莲那种 那他叠5成就是说 复制他们35%的攻击力 叠满之后又可以破防 这个爆裂2的 技能cd只有20秒 蛮快的 缺攻击角我觉得可以 换这个 c2长大版 然后是升 这个哇超赞 这个如果他的技能 可以配合我的队伍 我觉得会选他 这个太对我的口味了 但是他的 既然不太适合我的队伍 他也是复制最大的一名队友 不过这一次是复制他的体力 他的hp 然后会嘲讽敌人 他是坦克 防御型角色 拿步枪 这次的特色就是他的二技能 可以增加那个必杀技冲人速度 不过这只角色 呃 哎对了 没有减cd 所以还是建议你 如果你要用这只的话 就要配一个减cd 不然你充满了 但是你的技能还在cd 那就用不了了 其实 所以一定要配一个减cd的角色 然后他也是要软机的 开三次大绝之后 可以 加防御力啊 跟回血啊 以及 吸血 大绝就是 除了尼技 哇 这个好像对于pvp不是太好哎 对攻击范围里面的敌人造成 嗯 我觉得还是 很一般 这只上他应该没有很高了 都是作为一个辅助型角色 然后他 然后他没有叠加 他复制队友只有15% 没有叠加的效果 那这只最大的问题就是 会不会顶不住啊 我自己就觉得 如果他可以 持续开大绝 我觉得他还可以撑下去的 毕竟他的回服量 51% 5秒 51% 然后又可以吸血15.3% 只要他 不停下来应该可以撑下去的 你隔壁再放个什么 利塔 应该可以撑下去的 不过到时候就要看你 有没有输出了 这只输出不高 但是 我觉得还可以谈 满谈的 如果他大绝没有这个离技以外的敌人 我应该会选他了 然后最后就是我这次选到的坎西 他也是复制 血量的 12.42% 持续10秒 然后这只稳稳妥妥妥都是一只辅助型角色 加攻击力 以及可以 加血量啊 暴击伤害等等的 非常简单 这只角色很符合我的队伍 攻击力最高的两名队友 我可以加给神法跟红颜 又可以帮他们加血量 让他们不会那么容易死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 超大 一定要选他 所以这三只我的评价就是 坎西大于 生大于 吉尔提 当然吉尔提不是很差 只是我已经很够伤害了 不需要再多一个伤害型角色 就是这样子 然后也要最后提醒大家 如果你要变更更新的对象 我觉得不要按了 座员要专意一点 重置你目前内级的用户点数 我不知道他是归零还是 还是说 只要你到了某个阶段变更的话 就会掉到最接近的那个 C10坡 如果你190分然后变更 我不知道他是会掉到 180分还是直接掉到零 我不敢试啊 我真的不敢试 所以还是 选好就不要变了 那就是这样子啊 这次的比较重要的更新就是 以上那对啊 如果你想变一个那个 背景的话 只要你三兔的话 你就可以选你的角色的大绝那个 动画 现在我只有米兰达可以选 因为我只有他 是三兔的 那大家就可以选你的老婆了 就是这样子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给个赞 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有缘再见 我是Ninq 拜拜 就是这样子 你一会儿 你一会儿 温度 你一会儿 我说 他一会儿 我会儿 你一会儿 这次 你一会儿